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信 今天來跟各位來做這個 三國的這個 潛能解放後的精闢分析 目前的話張飛還沒有出來齁 那大概 剛才大概稍微算過一下 這一隊就算你 搭配了這個 三國再加上 呃同虎子龍 阿不是同虎跟子龍 血量還是沒辦法過三萬 所以這一隊會有個問題 是血量的問題 當然你或許靠張飛來 來減傷是可以的齁那 解放後的張飛的話 減傷會比較高一點但是我認為 這一隊的的 主軸要劉冠章進去 因為現在劉冠章進 進不太進去所以三位沒辦法做提升 會是現在很多關卡 打不過去的原因像我剛剛 打石風其實我也不是配劉冠章 懂嗎我配一些奇怪怪的 西遊神那個全部都是那個黑金卡的 就反而不是配三國的 那等到張飛出來的話我認為 他的血量還是會是一個 呃 算是小問題吧應該說只要遇到 無視減傷的話就要去了 所以這一隊的弱點在這邊 那優點的話二消配三消 這邊有關羽的話二消新豬三消其他豬 我自己來看的話還是跟之前關羽一樣 他變成要吃運氣 他變成要吃運氣 所以你的傷害可能要靠隊員來去做彌補 所以三位提升再加隊員 你看這個只剩兩個位置 所以我就應用上來講 沒有讓我覺得特別強悍 那如果以現階段的所有卡牌當中 你說他一線 我認為他只能是二軍的一線 我還沒有覺得他有一軍的一線 因為他那個吃天降實在是 是太嚴重了 有點像瑪雅也是像以前關羽 反正以前關羽就是吃三消天降的那個部分 那你看他本身基礎倍率我覺得 略顯不足啊 就算三位讓去其實也不太夠 但是 但是 他有一個優勢在 就是綠軍左下角的那個符號 那可以加三倍 所以他的傷害是靠那個來拉的 所以你現在來講關羽 你會看起來傷害不夠 但是只要有綠軍左下角的那個 圖形出來之後 對不對喔 其實 其實關羽 現在可以在一軍 但是不是一軍的一線 我認為是這樣 就是可以 可以衝上一軍的傷害喔 但是血量 會是他的問題 然後 然後隊伍編排會被卡死 只有兩個位置可以放 我再講 我放 童虎加紫龍 血量不到三萬 那現在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的地獄級關卡 他已經出到一個 就算你用減傷 也要三萬四的血量了 所以官方也有點在把 呃 怪物的傷害血量往上拉 所以 沒有破三萬 反而好像 過不了的感覺 當然你可以放奧銷紅塵 迴避等等 可是 你光平砍的傷害 以現在的地獄級關卡 平砍我現在來看的話 大概兩萬五兩萬六 那他只是剛好及格 那如果你配的卡牌 沒有配上 呃 比較高回復力一點點的卡牌 可能會比較硬 硬傷一點 那記得 他是三維加成 所以到時候 如果 張飛可以放進去的話 你的三維加成 是包含回復力在內 注意看一下 有看到嗎? 包含回復力在內 但只有1.3倍 我認為可能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講說 放高回復力的卡牌 整體而言 嗯 我覺得 略顯不足啦 對 你叫我 對不好意思 抱歉 我無法說謊 我自己玩起來啦 那因為張現在張飛還沒出來 張飛到時候出來 可能會 會 會 玩起來會比較順 沒有 玩到像現在這麼客難 所以這個是主要原因 那以他的傷害我剛剛有試過 如果綠軍的傷害的話 其實 平砍 不開任何增傷的話 我認為是可以到一軍 血量不太夠 回復力也差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吧 複製人的話 只有 這個劉備我覺得比較需要複製 為什麼 因為組合技需要靠劉備嘛 那你劉備配 頭尾兩隻關羽 就可以開兩次 所以中間 呃 你再配一個劉備 所以只剩一格的位置 這個你要斟酌一下 假設要複製的話 那張飛的話不需要複製 然後關羽我也覺得不用複製 因為關羽你自己看他解35盾而已啊 他頂多加加加加上一個那個 水煎星 對所以他沒有特別的強悍 反而組合技配起來比較實際 懂嗎 了解喔 OK啊 好不好意思 對 我我只能 對我無法說謊 好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按訂閱 右下角喜歡訂閱旁邊鈴鐺 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金幣分析的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嘟